我们翻开哲学史 读到的第一个名字通常是泰勒斯 史家推断 泰勒斯在公元前624年 出生于古希腊爱奥利亚的米利都 大约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小亚西亚 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 泰勒斯的学士渊博 涉猎的领域包括政治工程 天文旅游数学和商业等等 泰勒斯曾一度活跃在米利都政坛上 要求所有爱奥利亚地区的城市 联合起来对抗波斯的入侵 他们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泰勒斯提出的牺牲少部分人的自由 以换取共同抵御外敌的这个观念 在希腊城邦政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 泰勒斯曾经拜访过埃及 利用一根直立的棍子 根据平行光线投影的比例关系 测量出金字塔的高度 泰勒斯深岸天文学 据传公元前585年准确的预测到日时 并确定了冬至与夏至 根据历史学家西罗多德记载 日时发生的那一天 正是女底亚人与米提亚人决战的时刻 杀气腾腾的士兵 发现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 惊恐万壮 担心遭到神的惩罚 于是马上宣布休战 重建和平 从此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泰勒斯当然不会这么认为 日时不是因为宙斯发露 就像地震不是因为海神波赛东发飙那样 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自然事物来得到解释 比方说在泰勒斯眼里 大地是有水拖着的 地震是由水的波动摇晃导致的 这个解释今天看起来非常幼稚 但考虑到泰勒斯是生活在2600年前的人 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超前性 古希腊诗人和马用神来解释自然现象 泰勒斯用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 实际上撇开了神 所以我们说泰勒斯是撇开了神的史上第一位哲学家 泰勒斯是一个博学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柏拉图在泰亚泰德篇中记载了他的一则异文 身为天文学家的泰勒斯 某天晚上一边走路 一边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 由于观察的过于投入 一不小心掉进了井里 一位瑟雷斯四女在一旁看到 略带嘲讽的口吻 风趣的说 您只知道研究天上的事物 却忽略了您脚下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泰勒斯是一个 中日埋头于学问与思考的书呆子呢 当然不是 我们在种种例子中 都能看到他在生活中处处充满智慧 据说早年他被母亲吹婚 他只是淡淡的说 时候未到 等到他的年龄渐渐大了 母亲又来替他召集 这个时候他竟说 现在又太迟了 这位哲学祖师爷 可以说开创了大多数哲学家 对婚姻近而远之的先河 当然 亚利斯多德是个例外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泰勒斯身兼金融家的先驱 亚利斯多德在政治学中 引述了泰勒斯的事迹 由于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哲学中 泰勒斯变得很贫穷 人们借此指责 哲学是一项无用的事业 哲学家成天优手好闲 不务正业 泰勒斯决心为哲学和哲学家 学耻 凭借自己的天文学知识 泰勒斯早在冬天就预测到 来年的感染大丰收 因此以微小的成本 租赁了当地的所有榨油坊 当时没有人与他竞争 等到了来年 感染丰收 他再以高价将榨油坊转让出去 获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对于这件事亚历史多德这样写道 只要哲学家愿意 他们很容易致富 只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的追求 泰勒斯最著名的一句论断是 水是万物的本源 大地像一个木法那样浮在水上 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因为即使历史上不曾出现 泰勒斯这个人 或者所有有关他的描述 都是列造的 也不足以撼动这句话的价值 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哲学重点 一方面是表象与本质的差别 另一方面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表象的收集 来自我们感官知觉 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 在不同的环境时间 对象与情绪中 我们会有不同的观察 记载描述与记忆 因此表象的展示是分歧的 变动的与转变的 在这些不同的展示中 我们不禁会问 是什么使得变化成为可能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的具体 否则我们只能体会到 表象所展示的分歧 却未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 泰勒斯从日常经验出发 大胆并乐观的说 万物的本源是水 但泰勒斯并没有停留在日常经验层面上 而是试图撇开神 来寻求自然的解释 所以作为万物的本源 也许不能算是一个好答案 因为我们会问 为什么不是火土气等别的东西呢 是什么样的机制 让水变成风火雷电等别的东西呢 表面上泰勒斯确实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但他实际上告诉我们的 并不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而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即这个世界有一个开端 并非无中生有 所有的生命都是不同的因素的有机结合 但水是这一切的起源与载体 泰勒斯用水来解释自然现象 而不是追随当时的流俗 把神当作自然现象的本源和根据 这是思想上了不起的一个飞跃 与现代科学家不同 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有生命 是一位物活论者 泰勒斯根据磁石的相互吸引和排斥宣称 磁石具有灵魂 因为灵魂让事物有生命并且可以运动 灵魂是一种自身就可以运动的力量 推动宇宙万物 在泰勒斯看来 灵魂是一种充斥着宇宙的东西 因此宇宙万物既是水又充满了灵魂 泰勒斯思考万物 但并没有被万物所迷惑 尽管水作为万物的本源 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却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多样性统立到某一个单一物质 单一原则之下 开启了西方哲学 追根溯源的传统 泰勒斯的理论很快遭到他的学生的批判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